在现代海洋作战当中,航母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,近现代的海战,都是以航母为核心而展开,比如太平洋战争,马岛战争,都离不开航母的参与。 而美方在苏解之后发动的数次战争,都是从航母上发动的,几乎可以说,无航母,无战争,就是没有航母,这个战争是不够逼格的。 因此,全球各国都在追求发展航母,而印度就是其中非常狂热的一员,这是由于印度有大国情节,急于证明自己的实力,要主导印度洋,成为地球上非常重要的参与者。 但遗憾的是,印度的航母之路,却充满了荆棘。 一般来说,印度发展技术要比中方得天独好,这是由于印方没有收到西方的科技封锁,购买各种武器也是相当顺利的。 全球武器印方,基本上都是可以购买的,而中方在缩解之前,就被美方封锁至今,几乎所有的武器,都靠自己绞尽脑军发展出来的。 因此,印方可以非常方便地引进技术,但事实上,印方的技术和中方差距越来越大,中方技术几乎可以和美方媲美,即便还没有美方那么先进,但也足以让美方感到很大的压力了。 所以,美方才要全力压制中方的崛起,封锁向中方提供技术的渠道。 印方之所以在航母发展上进展很慢,其实这是有原因的。 在很久之前,印方远比中方先接触航母,甚至拥有了多艘航母,其经验似乎比中方要丰富很多。 但可笑的是,印方发展速度极慢,这主要是由于印方提供技力, 印方本国工业都没有搞好,连厕所都不够,却想整出高大上的航母,这是很不靠谱的事情。 所以由于各方拖累,印方的航母基本上问题不断,而国产航母几乎都泡烂了, 下水了好几次,就是无法服役,甚至还有消息称其航母甲板都生锈了,就连本国的军迷都会吐槽。 而中方的航母已经两艘了,一艘是自己改建的,一艘是国产的,还有003型更加先进,也即将服役。 印方航母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为了追求载机量,放弃了挡烂板,而舰载机尾液非常厉害,温度很高,会对航母船员和弹药造成很大威胁。 这反映了印方的短视,每次印方战机起飞,印方人员都非常紧张和小心,生怕被烤成了香肠,躲得远远的,沦为了全球的笑柄。 就这样的素质和能力,还只要成为航母大国,太可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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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